嗨大家好,我也是熙 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是 小玉是台版的RASCOM嗎?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RASCOM是誰 比較籠統的說法就是個屁孩 這個節目是OEC的相談室提供的 提供 RASCOM原名 Ryan Cranler 是越南以華裔的婚姊 早年是遊戲直播起家的 但是成效一直很差 直到他走上了惡搞的道路 其中最為人所知的惡搞影片 是2018年時 他帶著自己的攝影團隊來到香港 當時他在香港做了一些令港人非常勇武的事情 像是嘲笑中國人不懂英文 在中國機場還設置中文標示 瘋狂的詢問路人哪邊有紀律 搶迫路邊的老人吃掉他吃過的血糕 問路人要不要跟他上床 而且男的女的都有問哦 或是問哪邊有貓肉或狗肉可以吃 難道這些令人不快的舉動 很可能只是眾多素材的冰山地角 如同剛剛說到的 RASCOM本身就是一個中越混血 所以他以自家人血統 侮辱自家人的行為就更令人發指了 一時間許多人都出來指責他的影片及行為 這些人包括了華裔及非華裔 玩笑開過頭的就是會發生這種事情 然而RASCOM可是Logan Paul的好兄弟 兩人不只情投意合還氣味相投 他後來發表了回應 對不是道歉是回應 回應裡說他是中國系統 所以他有權力侮辱中國 就像是黑人可以跟黑人說 Nate 一樣 不理解這些人 搞不好根本不懂什麼叫幽默感 搞不好是因為你們不懂英文才會這樣 真是不知道什麼叫進步嘛 然而 這件事情雖然引起了軒然大火 甚至有人到白宮網站上面 要聯名抵制RASCOM 還要求YouTube回應這個爭端 最後卻都不了了之 但是 RASCOM卻實在這一波操作中 獲得了廣大的熱度與討論 也有人說他只是開個玩笑為什麼要這麼認真 或是他的確在這方面獲得了成功 也有沒有覺得這些回應非常熟悉呢 當然 RASCOM離我們其實非常遙遠 而且不論我們真的不懂英文 不看英文YouTuber 他的國籍跟協同 好像跟我們也沒什麼關係 但是 台灣確實也有像他這樣 極具爭議性的知名YouTuber 小玉 早期聖火欲尊 一直是YouTuber界的傳奇 不論是訂閱數 或是發片的觀看數 都是一期絕成的普世眾多台灣YouTuber 其內容取向暫且不提 以他們的成績 絕對可以說是在此領域獲得了成就 其中小玉更是成功的 以各種爭議話題多次出現在大眾眼前 如 大鬧便利商店爆買事件 觀看不到1500萬就退出YouTube 或是最近的貶低母乳爭議 小玉為了拚點擊率 影片內容題材通常選擇充滿爭議性的內容 他因為在買爆便利商店的影片中 未經許可拍攝商店擺設 即做出許多不雅動作 所以被提告以影片因此下架 但許多粉絲紛紛表示 小玉好有愛好有愛心好感動 不知道為什麼小玉會被告 他本人也拍攝了另一個影片 表示不懂為什麼大家這麼討厭他 此舉再度獲得點閱率 話題及新聞版面 而在觀看不到1500萬的影片中 他表示因為團隊虧錢經營不下去 所以如果未來一個月中 他發布的影片觀看數沒有達到1500萬 他就會永遠退出YouTube界 最後觀看數沒有達標 小玉也沒有因此退出 他不僅在眾人的幹狗聲中不為所動 同時還上了一波熱搜與新聞 可謂名利雙收 而在最近的母奶視線裡 小玉在影片中批評 母奶太臭有果味 成功的擊中許多媽媽的玻璃心 再次上了熱搜拍行 之後他在IG上傳了 三個不同版本的道歉影片 三次都是在 在這邊我想要跟他們說一聲 對 之後就中斷了 再次獲得了眾人的討論與關注 那麼在多次的爭議與道歉中 小玉的世界受到傷害了嗎 沒有 Nope 對 完全沒有 就像RESCOM一樣 他們總能在逆世中再次操作贏得研究 事實上一個公眾人物為言他們是成功的 甚至在一些客觀的討論中 他們的做法甚至是被欣賞的 更別提他們自身的物有本事了 許多逆世操作的Youtuber 都有著類似的成語 他們知道自己的TA是誰 無可否認 RESCOM跟小玉都做到了這裡 事實上即使媽媽們再怎樣剝影 已經剝碎 討論著要怎樣抵制改緣 如果Youtube沒有像對Rogan Poe一樣的放棄他們 這些屁孩依然可以在你面前 活蹦亂跳的手腕也被擊掌 By the way Rogan Poe在拍攝完屍體的影片 被YoutubeBand掉之後 他依然是個年收百萬美元的名人啊 也就是說 不論你現在如何的不滿 這些在檯面上的知名人士 都不是你撼動得了的對象 他們依舊能在沒有得罪巨大權威 或是道德式存活 說到底Youtube就是娛樂界 只要有關注就有力量 而小玉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 所以雖然很多人說要做點什麼 制裁小玉這次的脫序 但是人家連道歉都不可能 為什麼你覺得他會鳥你 當你欠銀行一千萬 銀行就沒有你 當你欠銀行一千億 你擁有銀行 這些Youtube 既然已經有了自己的固定粉絲 他們並不需要多做些什麼 就像你不會看到阿滴出來坑無奶一樣 小玉也不會出來說 大家要在這次疫情中撐過去台灣加油 如果是為了打領我他可能會出來講 不過我們這麼小送他應該沒這個力氣啦 好了 總之訂閱Youtube有賺有賠 詳細請三月公開說明書 這個問題在我看來還是無解 那麼你對這件事情有什麼看法呢 好了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掰